新加坡华语电影节热闹登场 十天活动广搜来自台湾 香港 中国 新加坡 马来西亚 澳门和美国等地 共55部剧情长片 记录长片和短片作品 今年的开幕片 是在本地制作 本地拍摄由本地演员 单纲演出的七天 那么我们的闭幕片 则是台湾做工的人电影版 李明顺是新马出生的艺人 所以我们今年的开幕片跟闭幕片 两个加起来其实都有很浓的 新加坡本土的味道 主办单位指出 今年台湾作品数量最多 共有22部类型多元 选片原则注重反映台湾本土特色 一个例子就是树桓珍这部电影 树桓珍这样的作品 它是霹雳不带戏 这个是非常台湾的一个电影的一个 影视的一个类型 那么这个类型当然在台湾以外 认识它的人不多 可是我是觉得说 作为一个电影节 我们应该要想办法 让这些电影能够 这样的作品能够在新加坡电影节里 也能够放出来让大家看到 电影节还选了两部台湾电视电影 电视电影一般在台湾放映后 其他海外地区的观众 不太有机会能看到 而随着COVID-19疫情趋缓 所有作品都回归电影院播放 不再像过去三年受限防疫 改采线上放映 代表活动正式走出疫情 观众重返电影院 电影节票房反映也比去年好 已有多个场次座位玩受 中央社记者侯姿营新加坡报导 在故事的时候